下面我们学习第三节 资本攻击和其他综合收益 这一节呢 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资本攻击 一个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下面我们首先看 第一个大问题 资本攻击的确认和计量 在讲资本攻击确认和计量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资本攻击的内容 其实我们前面介绍过 资本攻击有两个明细科目 一个叫资本溢价 或者是资本溢价 另外一个明细科目 叫其他资本攻击 我们前面章节已经接触到 这两个明细科目了 资本溢价或者股本溢价 大家比较熟悉 其次是其他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请注意 又分为两个 一个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我们还没有学习到 但是第二个已经学习过了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涉及到其他资本攻击 那就是在被投资单位 权益法下 当被投资单位除了净利润 除了其他综合收益 除了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权益的变道 作为投资企业 按照我们的份额 确认我们的其他资本攻击 记录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 明星科目就是其他权益变道 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道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或者说如果减少 那就做相反的会计分路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资本攻击是什么呢 其实从刚才内容上 可以看出资本攻击 就是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 企业收到投资者的超出 在企业注册资本中 所占的份额的投资 有溢价的部分 那就是这个括号一 还有呢第二个 就是除了股本溢价以外的 其他资本攻击 就是这个括号二 所以这样 这个板数呢就非常清楚 我们这个资本攻击啊 构成有哪些 那首先看括号一 资本溢价或者股本溢价 它的会计处理 这里面分两个 前面已经介绍过 如果是股份公司以外的企业 对应的 叫失收资本 所以呢 资本攻击溢价的部分 对应的就叫资本溢价 那就是下面这样一笔风 这个非常简单 当股东 假如以现金投资 我们收到是借银行存款 单方带失收资本 然后溢价部分 进入资本攻击 资本溢价 这是非股份优先公司 反之 如果是股份优先公司 那就叫股本溢价 那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溢价发行的情况下 怎么样进行快捷处理 第二个就是 发行的手续费 佣金怎么快捷处理 给大家写两笔风路就行了 第一笔风路 是股份公司 发行股票的风路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上市公司 都是溢价发行的 就我们现在 目前A股上市公司 那都是溢价发行的 借银行存款 带股本 股本商量面值主战的 比如发行股票 一亿股 发行价十块钱 那么带股本 每股面值一元 所以呢就是一个亿 剩下的溢价部分 就是九个亿 即到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 如果在发行过程中 有佣金手续费 充减股本溢价 这个大家都熟悉了 比如发生了 一千 那就借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 带银行存款 或者说 根据提问的条件 合并在一起 也可以 好了 这个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其他资本攻击 刚才讲过 其他资本攻击呢 有两部分内容 对于其他资本攻击 在核算时 我在这写了几个字 我们教材上 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我把它称为叫 专款专用 啥意思呢 其他资本攻击 它有个特征 它有两个业务 刚才已经是 大家已经了解到了 一个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另外一个就是 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会涉及到其他资本攻击 你是这件事情发生的 将来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 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就要把它截转掉 是专款专用的 是你这个事情发生的 多少 你将来事情结束的时候呢 有始有终 要把它截转掉 所以我在这再写一个 叫有始有终 当业务发生时 确认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将来这个业务发生 结束的时候 那就要把它截转掉 叫有始有终 资本专用 我也解释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问题 叫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 这个大家熟悉是吧 资本攻击转增股本 我提醒大家 资本攻击转增股本 只能用前面的 股本一家的金额 去转增股本 去转增股本 后面我还会讲到这个业务 但不可以用资本攻击里面的 其他资本攻击去转增 也就是说 只能是股本一家的部分 你不要理解为 错误理解为 资本攻击转增股本 就是把资本攻击 都可以拿来转增的 不是这样的 只有股本一家的那一部分 可以转增股本 另外一部分 其他资本攻击是 不可以用来转增股本的 而装款专用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 这两个业务 我强调的一点就是 优势有中的原则 我把它写两个原则吧 优势有中的原则 什么叫优势有中 我们下面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支持点 我们还没有学过 今天暂时简单的过一遍 以全力结算股份支付 换取职工或其他方 提供服务的 按照确定的金额 进入管理费用 同时带资本攻击 民息科目 其他资本攻击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举例子 假公司为了提高 这个高款的积极性 给高款股票期权 给了一个行权的条件 将来这个业绩条件达到了 你将来就可以去 按照某一个行权的价格 约定的价格 比如五块钱一股的价格 去购买股票 这样呢 高管就获得一个期权 一个将来行使股 购买股票的权利是期权 我们根据在授予 这个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就是这个期权的公允价值 比如说十元 在这个期间 服务期间 上次公司要确认管理费用 为什么呢 因为将来呀 我们要给高管支付股票 那么这是对企业来讲 是一个成本 要寄到管理费用等等 相关科目里 暂时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到后面还会说 然后代房呢 记住所有的权益 代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等到将来行权的时候 比如公司的业绩 达到当初约定的条件了 高管就可以去买股票了 高管行权价 行权价 假定是五块钱 可能现在目前市场的股票 价格已经二十块钱了 但是我们当初约定了 这样上市公司的业绩达到了 高管可以以五块钱的价格 从上市公司购买股票 或者说站在上市公司角度 以较低的一个五块钱的价格 向上市公司高管发行股票 发行以后高管按五块钱 从上市公司买股票 然后呢市场价格 假定是二十块钱 它可以在市场上 二十块钱出售 获取它的收益 所以当才是业务发生的时候 确认资本攻击 那今天行权的时候 这个业务就结束了 股票期权 这个股权基地计划结束 编制下面的分路 借银行存款 刚才贾经是按照五块钱 向高管发行股票 高管只要给五块钱 从上市公司买股票 然后将之前 在等待期内 所确认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总共是十元 那么这个呢 从借方截转掉 这叫有始有终 这叫什么 这叫有终了 业务结束了 你要把它截转 刚才这个地方叫有始 这是开始啊 业务发生的时候 那么业务结束的时候 你要把它截轻 这个对应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余额就为零了 一定要截掉 然后代方代股本 假如发行股票 每股面对一块钱 那么剩下的就是 十四块钱 十四块钱 进入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 其实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是转到股本溢价里面来的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相当于是 五块钱的价格 向高管发行的股票 好 这就是有关 权益结束股份支付 涉及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今天暂时简单说一下 接下来 第二件事 这个大家熟悉了 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的合适 但被投资单位 除了净利润 除了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利润分配 除了这些 以外的 所有的权益的增减变道 我们投资企业 按照持股比例 要确认我们 应享有或承担的份额 增加或者减少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编制下面的会计分 借长期股权投资 民席科目 其他权益变道 带资本攻击 民席科目 其他资本攻击 或者说相反的分路 那么请大家注意 有始有终 这是开始 等到将来 投资企业将这个 被投资单位的股权处置时 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 必须要把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要转到哪儿去 转到投资收益 这就叫有始有装 而且是装款专用 你这件事的金额是多少 那只能转这件事 可能还有别的 其他资本攻击 不可以随便乱转 也不能把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拿来转 好了 这是 其他资本攻击呢 有两笔业务 给大家也说了 业务发生的时候 怎么做 业务结束的时候 要把它了结了 必须要把它了结掉 称之为叫有始有装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叫资本攻击转增股本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 这儿有个支持点 是经济法案里面的 我们在转增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要求 公司法的一个规定 法令公积金 包括资本公积 包括英语公积金 都可以转增资本 但是转的时候要注意 你不能全转掉 流程的公积金 不得少于转增前 注册资本的25% 稍微知道一下 这是经济法案里面的支持点 在转增的时候 编制什么样的分路 就是下面一个版书 这个我们在前面学习过 转增资本攻击 转增 刚才讲到要装款装用 你不能动用其他资本攻击 你只能用顾问一家的金额去转 在这个范围内去结转的 转增以后会导致什么样情况呢 股本增加 股本移价 资本攻击减少 其实所有的权益总额是不变的 流程收益呢 流程收益也不受影响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这个问题 给大家前面不是一个 所有的权益的结构吗 讲过这一点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关于资本攻击 包括股本移价 包括其他资本攻击 讲完了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考点啊 非常重要 经常在这考个两份题 这一张两份题 经常和这有关系 相对来讲 概率比较大一些 在这 那就是其他综合收益的内容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 其他综合收益啊 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以后的会计期间 不能重复的进损 这种其他综合收益 另外一种是反过来说 以后的会计期间 满足规定的条件是 可以重复的进损 分为两大类 这两大类呢 我在这写了个版书 不能重复的进损 有四种情况 能重复的进损 有七种情况 也就是我在前面曾经说过 我说其他中国收益 要注意一下 四加七 今天我们在这 那就是详细的说明 其他中国收益 四加七的内容 我这一块呢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我比教权人写的详细的多 而且完整 每一笔业务 从发生到结束 都给大家写出来了 那么首先 一张表 这个呢 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建议参考利润表 这张表里面 其他中国收益的内容 请大家参考利润表 财务报告了一张的利润表 因为我们教材 在这一张里面 有关其他中国收益 说的并不完整 所以我们参考利润表里的内容 利润表里面 净利润下面是有一部分 叫其他从而收益 方为两部分 一部分指以后期间 不能充分地进损益的 第二个 可以充分地进损益的 不能充分地进损益的 刚才说了是四类 能够充分地进损益的 实际上有七类 我这儿暂时不展开 表里面我就不要一个个说了 因为我下面开始 一个一个展开 先看第一大类 不能充分地进损益的 四类 四种情况 第一个 谁呢 学习过了 叫重新计量 设定收益计划的变动 属于职工薪酬 类润的内容 企业 设定收益计划下 如果对设定收益计划 净负债或者净资产 进行重新计量 重新计量导致的变动 这个权益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编制下面的会计分路 比如说 重新计量以后 导致设定收益计划的 其负债减少 负债减少了 借应复制更新责 代方盖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或者如果 重新计量导致这个 权益的变动 是减少的金额的话 那就做相反的分路 这叫看 如果负债减少了 就像我现在这个版书 负债减少了 是不是借应付 职工进程 带其他综合收益 那如果负债增加了 那就是带应付 职工进程 那就是借其他综合收益 那表示权益减少 所以两种情况 好 请大家注意 这是确认的时候 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原则 像刚才讲的一样 道理是类似的 也是叫有始有装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都是要截掉的 那么括号一叫确认 就是有始 业务发生的时候 业务发生的时候 我们叫有始有装 也是这个原则 截转就是有始有装 装了就结束了 在以后会计期间 那个刚才所提到的 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能转到损益里面去的 而是在原设定收益计划 终止的时候 比如这个公司 终止设定收益计划 不再实施设定收益计划 这个业务结束了 业务结束了 你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必须要截转掉的 怎么截转呢 是在权益范围内 也就是在所谓的权益范围内 截转 接哪儿 截未分别利润 编制下面的会计分路 比如 刚才是负债减少200万 借应付职工经济 带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200万 那么今天 当设定收益计划终止的时候 我们要把原来的200万 从企业房截掉 接哪儿去呢 截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里面去 这个我们教材上 没有明确说这一点 但是在 企业关系准则解释里面 提到的这句话 要截转到未分配利润 一般情况下 不要求你写分路的 选择题 问你能截哪儿 这能截损一半 不能截损一 直接转入留存收益 未分配利润属于 流存收益 一般来讲是个客观题 那下面第二种情况 学习过的 权益法下 不能转损一的 其他综合收益 在权益法下 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有的能转 有的不能转 我们先讲 不能转的情况 第一步 确认时 也就是 在权益法下 如果被投资单位 它的其他综合收益 正常变道 我们是权益法 同刚共苦 我在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这样说过的 你增加什么 我也增加什么 你减少 我也减少 是不是 按比例 如果被投资单位 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了 比如说 听清楚 比如说 被投资单位 它有一个设定收益计划 被投资单位 假定 假公司 投资 以公司30% 具有重大影响 以公司现在有个什么呢 设定收益计划 设定收益计划 导致其他 综合收益 上升200 前面 是不是有个200增加了吗 是不是 假定啊 假定对方有这么个业务 增加了200 那么我今天 站在假的角度 这个地方 是站在假的角度了 那我也要增加 我是30% 所以我增加多少啊 60 借长期股权 投资其他综合收益 但其他综合收益 这一点大家 其实是会的 我想说明的问题 是什么呢 你要注意 我举的例子 以公司所增加的 其他综合收益 是什么业务发生的 是重新计量 设定收益计划 导致的权益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而被投资单位 以公司 这种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 将来啊 它是不能 重复地进损益的 我们要和被投资单位 保持口径一致 它不能进损益 那意味着我将来 接转这个60 其他综合收益 我也不能进损益 那就是第二步 接转的时候 但该想股权投资 处置时 比如我们将股权处置 那么请注意 属于被投资单位 以后会计期间 不能充分地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这一部分 这个60万 我不能转到投资收益 因为被投资单位 是不能进损益 我要和它保持 口径一致 我也不能进损益 我要转到 留损收益里面去 是这样的 好 这样一解释 大家就理解了 其实我们在 前面 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只是讲 被投资单位 有其他综合收益增加了 我也增加 将来股权处置时 我要截转掉 只是那么说的 但是 今天的内容 就相对来讲 要详细一些了 如果是属于 被投资单位 不能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我今天在处置时 我也不能 重复地进损益 我要进流程收益 第三件事情 第三个问题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我们学习过 指定为 以光云价值几两千级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会计科目角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种金融资产 除了宣告 分开股利 现金股利 确认投资收益之外 其他的利得或者损失 通通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不进损益 比如它的光云价值变动 比如我们后面还会学到 它的 汇率损益 外币的权益工具投资 外币极价的权益工具投资 产生的汇率损益 都是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借 比如说 供应价值变动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假认上升了 上升了一千万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带其他综合收益 一千万 这是确认 有始有终 第二就是节转 就是有终了 当该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时 之前记住 其他综合收益的 要转出来 转哪去 留存收益 这个大家熟悉了 我们在学习 金融工具的时候 讲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前面说过 有同学学金融工具 太难了跳过去 学租赁又太难了 又跳过去 然后呢 持有带兽呢 又觉得挺难的 又跳过去 那下所有的权益挺简单的 来学一学 发现很多问题不懂 都是前面的 我们今天在总结归纳 这张表就是 甚至可以这么说啊 这张表的归纳全书的内容 整个教材的内容 非常好的 我这一块归纳的内容啊 这个表给大家归纳的四加七 非常全面的 也非常清晰 为什么说清晰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在讲每一类 其他综合收益的时候 都跟你说了 确认的时候怎么做 接转的时候怎么做 就是你看起来很清楚 其实我们书上并没有那么明显 或者不完整 好了 接下来第四个 这个呢 说明一下 我们教材上没有 但是我在金融工具 来一张补充过 那就是 企业根据金融工具 准则的规定 将金融负债指定为 以光云价值计量 进行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也就是 指定的交易性金融负债 如果是由于 企业自身的信用风险的变动 从而引起光云价值的增减变动 这一部分要进入其他中国收益 而不是光云价值变动损益 不要认为这是新知识点了 我在金融工具那一张补充过 虽然教材上没有这一些 这个知识点呢 其实我从教材 我们金融工具那一张 是教材2018年增加的 我在2018年上课的时候 关于这个知识点 教材没有的 我一直在补充这个点 每年在补充这个点 都仿佛讲这个点 2018年当年就考了这个知识点 2019年再次考这个知识点 所以这块依旧要重视 自身的信用风险变动 这一块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比如 因为自身的信用风险的变动 导致金融负债光云价值上升 与交信金融市场光云价值上升 不同的是 交信金融市场光云价值上升 是带其他综合收益 今天交信金融负债光云价值上升 是借其他综合收益 因为你是负债呀 负债增加的这是坏事 所以我们要减少所有的权益 翻一下别翻了 好了这是确认 或者说叫有始有终 业务开始的时候这样做 将来金融负债终止确认的时候 曾经记载其他综合收益的那一部分 我们要截掉的 那这一部分截呢 注意 必须要截到流存收益里面去 我在金融工具那一章 讲这个支持点的时候也解释过 为什么要转流存收益 就是因为当初啊 这个光云价值变动的部分 不合适寄入损益里面 我们当时才把它寄到 其他综合收益了 那既然当初是不想让它影响损益 把它寄到其他综合收益了 那今天在截转的时候 我们照样不想让它影响损益 还是把它截转到流存收益里面去 直接影响所有的权益 不要影响利润表 不要影响利润表的净利润 所以这一块呢 注意 这种情况下也是不能截 不能转损益的 好了 这样我们到这儿就把四种情况 完整的说了一下 就这四种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大块 能够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总共七项 我们下面一个一个来说 第一个是权益法下 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刚才也讲到了权益法下 其他综合收益 在权益法下 当被投资单位有 实现了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我们按照 享有和分担的部分 确认我们的其他综合收益 没问题 借长其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在其他综合收益 或者相反的分路 第二 结转 当我们将这项股权投资 处置时 这个时候你要细心一点 你得看 曾经在持有期间 我们根据被投资单位的 其他综合收益 确认了我们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时候 当时被投资单位 它的其他综合收益 能不能充分的进损益的 就像前面说的 如果被投资单位 是一枚设定收益计划的 重新计量 导致的其他综合收益 那种其他综合收益 被投资单位 是不能转损益的 所以我在股权处置时 今天股权处置时 我也不能转损益 但如果属于被投资单位 是能够充分的进损益的 比如说 被投资单位 另外一项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了1000万 是什么原因呢 是它持有的 其他债权投资 光云价值上升 增加了1000万 那我们根据持股比例 假定30% 我们确认我们的300万 今天当我将该项股权 处置时 那我这个300万 是可以转损益的 这样的理解 所以呢 关于权益法下的 其他生活收益 要分两种情况 看谁 看被投资单位 我们要跟他保持一致 他能转的 我处置股权时 我也能转 他不能转损益的 那我也不能转 这样一说 大家就清楚了 下面再看 第二种情况 这个大家熟悉的 其他债权投资 光云价值变动 其他债权投资 光云价值变动 是基础其他 中国收益 这是确认 将来处置时 也就是终止确认时 这个其他中国收益 是可以转省益的 转到投资收益 这很好理解 简单的说一下 第三 这个呢 学习过 但是 你可能比较陌生 那就是有关 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我们前面学习过 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三大类情况 每一大类里面分两小种情况 当企业将一项以汤鱼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以公云价值量 积极变动 进入其他中国收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我前面归纳的 缺一转为缺二 什么叫缺一转为缺二 就是第一类金融资产 转为第二类金融资产 那么在重分类日这一天 我们要按照金融资产 在重分类日的光影价值 来进行计量 今天是什么了 原来是债权投资 我这不写明细了 比较容易理解 原来是债权投资 我现在把它重分类为谁 其他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减少 其他债权投资增加 借其他债权投资按什么金额 按照重分类日的光影价值入战 截转肯定是向扎面价值截转 那么光影价值 与扎面价值之间 可能有个差额 这个差额是基础 其他从而稍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是谁了 是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你的光影价值变动 本来是基哪儿的 其他从而受益的 那就对了 大家再回忆一下 我们当时在学重分类的时候 第一类金融资产 可以重分为第二类金融资产 或者重分为第三类金融资产 也就是交信金融资产 如果某一项金融资产 是汤云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第一类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第三类金融资产 也就是交信金融资产 对于交信金融资产 也是按照重分类日光影价值计量 原扎民价值与光影价值差额 进哪儿 光影价值变动损益 为什么呀 跟我刚才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现在重分类为谁了 交信金融资产 那交信金融资产的光影价值变动 进哪儿呀 光影价值变动损益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 道理是一样的 你现在重分类为谁呀 其他债权投资 那其他债权投资 公民价值变动损益哪儿呀 其他中国收益 那不就记住了吗 今天等于在复习 好 这是确认 将来我这个其他债权投资处置 这和前面讲的道理是一样 你这个其他中国收益 谁要转损的 转到投资收益 这个大家熟悉 也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处置时 终止确认时 其他综合收益 累计的利益或者损失 都要转掉 转到当期损益投资收益 第四 这个大家也熟悉 其他债权投资 具体的信用减资准备 进哪儿呀 借信用减资损失 代方做记号 叫其他综合收益 你别搞一个 其他债权投资 减资准备 自己自创的一个科目出来了 搞个创新出来了 我们这个会计科目都是 法定的 一次不能多 一次不能少 因为其他债权投资 它是以公允价值纪念的 你不能直接把它寄到 影响它的占面余额去了 我们要寄到其他综合收益 不能影响它的账面价值 你的公允价值变动 或者你的减值不能影响它的账面价值 要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个其他债权投资 在减值时所发生的 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也就是信用减资准备的金额 等到将来这个金融资产处置时 我们要把所有的其他综合收益 都要转到当季损益里面去 包括刚才的信用钱的准备 都要转掉 比如我这写了一个分诺 出售时 这笔分诺实际上是出售 当也就是终止确认 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债权投资 相关的一些明晰科目 最后差额基础投资 这没问题 主要是第二笔分诺和第三笔分诺 前面已经说过 其他债权投资在处置时 要将其他综合收益转到投资收益 没错 刚学习过的 同样的信用减资准备的金额 也要转到投资收益 那其实我们今天刚刚讲的是这个事情 前面是计题 这是计题 那后面这是叫截转 这叫截转 注意一下 然后这里面两个明晰科目 我顺便说一下 我在金融工具也强调过 考试的时候 这个明晰科目你可以不写 其他中国收益 具体的明晰科目可以不写 因为这我写出来 是让大家区分 圈二和圈三是两种 其他中国收益 其中圈二有可能是相反的会计分路 圈三有可能吗 不可能的 因为圈三这种其他生活收益 要当初产生的时候只会在待方 今天截转一定是戒方截转 和圈二不太一样 则而言之 其他债权投资在终止确认时 无论是哪一种其他生活收益 都是要转到损益 好 这是复习了 第五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有同学在学到金融工具 学到最后一节套期会计 也不想学了 跳过去了 绕不过去的卡 这儿又奔出来了 而且考试还挺喜欢考这个选项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前面讲套期会计 讲过套期的分类 分为光云价值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 以及境外进行净投资套期 光云价值套期 是两条线 进行快捷处理 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 都要进行快捷处理 而现金流量套期是一条线 单线的 正是因为是单线的 所以它的有属于 有效的套期的这一部分 作为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基在其他生活收益里 不影响净利润 避免使利润表 和金利润产生异常的波动 不能因为我今天做了个套期 导致利润表波动太大 我不做套期 反而利润表不受影响 我做了套期 反而利润表变得大了 因此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 我不把它寄到套期损益里面去 我们记载其他中国收益 将来 截转的时候 要转到当期损益里面去 当然我这说的比较严谨一点 部分的现金流量套期 因为有的现金流量套期 在自己中是截转到 资产负债的占面价值的 那么通常我们认为 现金流量套期的储备 在终止确认时要转到损益 比如我们转到利润表里面去 主要收入里面等等 我们记住一个原则 如果这块你没有时间 你至少记住这样一个原则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有效部分 有效部分其实就是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有效的部分 无效的部分是 本身是进损益的 那不管它 有效的部分呢 这一块将来是转损益的 你记住这个要点 结论就可以了 因为一般是选择题 或者说你这个风度看不懂吗 那么至少你要记住它的结论 最好是把金融工具那一块 淘气会计那一块看一下 加上个印象 哦 原来这么回事 为什么进省意 你要看一下立体呢 因为理解的基础上 加上印象 第六个 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 这个我们还没有学习到 假公司是中国大陆的企业 在意大利开了一个子公司 乙公司 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 叫境外经营 那么这个子公司 某子公司是要编合并报表 那么在合并报表当中 有可能会出现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暂时不展开 等我们后面学外币折算的时候 我们详细讲 在编制合并报表的时候呢 出现一个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是记在其他中国收益的 当时是记在其他中国收益的 如果要处置这个子公司的话 要把这个其他中国收益 转到投资收益里 也就是转到当期损益里面去 可以转损益的 就这意思 再看第七 其他 其他呢 我们书上也没有展开 其实举个例子 我们学习过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也就是当企业将 某一项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采用公盈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在转换日 如果公盈价值大于 原扎民价值差额 那是代方 代方记住其他总额收益 所以这是确认 比如我下面写了个版书 代方差额是基于其他总额收益的 这是公盈价值 这三个合起来是扎面价值 扎面价值 代方差额基于其他总额收益 将来这项投资性房地产处置时 这叫截转 有始有终啊 我们要把它转到当期损益里面去 这个损益什么科目都别忘了 叫其他业务成本 就这笔分路 我当时还可以给大家说过一个问题 如果是公盈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在处置时 可能会涉及几笔分路啊 四笔分路 第一 处置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第二 截转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第三 公盈价值变损益 要转到其他业务成本里面去 第四 其他综合收益 如果有的话 要转到其他业务成本 大家今天在学习的时候 如果听到这些不清楚的地方 翻前面 加深一下 虽然这样学习的速度比较慢 但是有效果 不清楚的 发现问题了 随时翻前面巩固一下 加深一下 这样效率比较高 如果你今天不清楚了 为了追求速度 反正 听完就行了 就往后 实际上达不到学习的效果 不清楚的还是不清楚 没掌握的还是没掌握 发现问题了 没有去解决问题 所以今天在学习这些内容是 除了没有学习过的之外 其他学习过的内容 如果听下来 不清楚 翻一下前面 巩固一下 学习就是这样的 不断地去加深印象 即使理解了 也很难说 我理解都能一直记得住 这个要加强记忆的 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 那么到这为止 实际上我们就把 其他生活收益 能转损益 不能转损益的四类 能够转损益的七大类 全部讲完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最近这几年的考题 去年的考题 一个多选 看一下 下列各项 企业所有的权项目中 以后期间能够转入 当期损益的由来 现金能够 就能够转 现金流量 套期工具 你看一下 不就考了这个吗 你越怕什么 他就越来什么 你说套期工具 套期会计不会考 这就是套期会计里面的内容 因为各个章节在学习的时候 那是基础 今天实际上是归了 上升了一个台阶 等于把很多支点归了 汇总在一起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 产生的利得和损失 当中有效套期部分 OK 这是可以转生意的 B 重新计量设定收益计划的变动额 清楚了 不会转 不可以的 C 以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等待期内 记录资本攻击的部分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讲资本攻击 我们这两个讲的是 其他综合收益 人家问的是所有的权益 那题目没错 C资本攻击也是属于 所有的权益 那这个转哪儿呀 就是说这个资本攻击 叫其他资本攻击 在等待期内 确认记录的资本攻击 叫其他资本攻击 那这个其他资本攻击 将来转哪儿去了 有印象吗 没有转省 转哪儿了 转到还在所有的权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我写过的分 借银行存款 将来啊 将来在行权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借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代表带什么呀 带股本 带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 所以还是转到 所有的权益里面去 并没有转到 但其损益 所以 C不是答案 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的金额 进入其他中国收益 将来转到哪儿去 转到投资收益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和D的部分 我在这儿强调一下 那就是 权益结算 股份支付 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行权的时候 还是转到权益里面 所以 所以 C是 错误的 A和D是 是正确的 再看一道题 这是 去年考试另外一套 实践上一道 本章的 设计本章 支持点的多选题 刚才也是一套 一套实践里面的一道题 也就是说 考个两份 2021年 假公司 发生的 九关交易 或事项如下 括号一 出售持有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出售价格是2000万 成本是1400 确认 供应价值变动是400 那就1800了 那其实还有200 还有个200 是不是 差额200 这个200 这个200 直接进入流程收益 我们在金融工具那一章 做过这样的题目 在出售时 售价高于 它的扎命价值1800 这道题 售价2000万 扎命价值是 1800 还有200万的差额 进入流程收益 直接转到流程收益里面去 三安面值发行 一个亿的债券 佣金300万 该债券按贪云成本 经营后续计量 不考虑相关税率 及其他因素 夏里克 向关于假公司 2021年会计出的 表述当中 正确有哪一些 A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在持有期间 已确认的 公民价值变动的金额 于该资产出售时 增加所有的权益 注意 他问的是什么 在持有期间 你确认的 公民价值变动 当时积哪了 当时积在 其他总额收益 那今天出售时 增加所有的权益吧 没有 它是转到流程收益 是所有的权益 内部一增一解 所有的权益 总额是不变的 A不是胆 不是增加 B 方形债券支付的佣金 寄入应付债券的 处置计量的金额 这个说法是对的 就是前面讲 金融负债的时候 提到过 那就是 发行债券 支付的佣金 手续费 实际上是 进入该金融负债的 初始确认的金额 说白了 就是把它 寄到利息调整里面去 应付债券 面值还是面值 然后 差额部分 是在利息调整 所以我们刚才 这道题要括号三 名义上是面值发行的 实际上是 折价发行的 因为你还有佣金 三百万 导致你这笔 分落出现的结果是 折价发行的 实际上是 折价发行的 就这意思 B 是对的 C 出售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的 出售价格 与账面价格差额 就是刚才说的 两百万 记住投资收益 错 刚才已经分析了 不可以进当期省议 直接进流程收益 D 资本工具 转增股本 不影响 所有的权益总额 诶 那这个我前面说过 是不是 是 所有的权益 内部一增一减 资本工具 减少股本增加 这个说法是对的 因此我们这道题的 正确答案是 B和D 两个选项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前年度考题 2019年的多选 下列各项当中 属于在以后期间 满足规定条件 可以重分的进 损益的其他总额收益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其他总额收益 来款还是非常重要的 哪些可以重分的进 损益 哪一不可以 就是考这个指示点 A选项 A选项 外币财务报备 是算差的 可以吗 可以的 B选项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几粮 进行变动 所以它不是答案 D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几粮 进行变动 进入其他 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的 信用潜值准备 进入其他 生活收益 将来终止 确认时 信用潜值准备 这部分金额 可以闯到 当期损益 投资收益里面 所以D也是对的 ABD 三个选项 像这些指示点 这两份要拿到 都是前面的 我们前面讲过 那个表格里面 四加七 再来看一道 2018年的考题 小公司2007年 因相关交易或事项 产生以下 其他生活收益 第一 以公允价值几粮 进行变动 进入其他 生活收益的 债务工具投资 说白了就是谁呀 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形成其他生活收益 三千二百万 这个可以转省一 这是可以转的 第二 按照应享有 年营企业 重新计量 设定收益计划 进负债变动的价值 相应的确认 其他生活收益五百万 这个能转省一吧 他们不能转 所以年营企业不能转 我们投资企业 也不能转 三 对此公司的外币报表 进行折算 产生的其他 生活收益一千四百万 将来我们在 股权处置时 可以转省一吧 这是可以的 第二 指定为公允价值 几两期变动 技术 单击省一的金融负债 因自身 信用风险的变动 形成其他生活收益 三百万 这个是不能转省一的 你看这个知识点 我们教材上没有假 但是2018年考试考 刚才前面2019年考试 都考到这个知识点 还需要掌握 好的 下面我们看题目是什么 要求的 不考虑其他因素 擅述其他生活收益 在相关资产处置 和负债终止 确认是不应当 重复的进省一的 2018年考的题目是 不应当 重复的进省一的 有ABCD 2019年考的是 可以重复的进省一的 ABCD A选项 不是答案 因为它是可以的 B选项 是答案 因为被投资单位 不可以转省一 所以我们投资企业 也不可以转省一 C选项 刚才分析过 是答案 因为这个是不能转省一的 D选项 以公营价值计量 进去变动 进入其他中国收益的 债务工具投资 这个其他中国收益 是可以转省一的 所以这道题是 B和C两个选项 我说明一下 有同学做题目 马达哈的 他在做题目是 你看看完以后 他的结果是什么 A和D 他其实知识点掌握了 就是马达哈 不应当重分类进省一的 他做题目 平时做题目 做习惯的 都是做重分类 可以重分类进省一的 把A和D做出来了 会做吗 会做的 有分吗 没分 好亏吧 也许就差这么两次 因为你学的 并不扎实 所以呢 真的可能分数 就在这边缘 一定要细心一点 前面做错题目呢 是好事 但是要吸取这个经验教训 你已经看 把题目看反掉了 要展示记性呢 是不是 前面错一次 错两次都没有关系 多错几次 加深一下 考试就不会错了 所以我们要多做题目 当然有的同学 就是马达哈 没办法 所以你看看你自己 当然是不是这样做出来 如果你没有听 这个分析的话 你先做一遍 一不小心就可以做法 所以我强调一下 好 那么就这块知识点呢 我们通过理念的考题 做了一下 第一 感觉到考的难度 第二个呢 你就会感觉到 考哪些点 其实都是这些点 依旧是重点 每个选项 都对那一个知识点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面我们学习第四节 流程收益 流程收益 大家清楚两个部分 盈云供给和未分别利润 下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盈云供给 盈云供给的相关规定 第一个是利润分别的顺序 这个看一下 首先要提取法定盈云供给 然后提取任盈云供给 法定是按照公司法定的 然后才是向投资者 分配利润或者鼓励 分配的顺序 你们学经济法的 考经济法的时候 会讲到这些 公司法里面会讲到 先后顺序 第二个问题是 盈云供给的用途有哪些 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可以 弥补亏损 企业弥补亏损 有这么几个渠道 第一个是 以后年度税前利润补亏 什么意思呢 我以前亏损了 后来呢 我实现盈利了 可以税前利润补亏 为什么税前利润补亏呢 这是所得税法里面 起了一个税收的优惠 比如去年 去年企业亏了 一千万 没交税 那么根据税法规定 在未来五年里面 你可以用税前利润补亏 假如在亏损后的下一年 我实现利润三千万 所得吧 我们严格的讲叫所得 三千万 那没关系 你这个三千万 先补掉一千万 这是符合税法的规定 剩下还有多少 还有两千万 两千万那一部分 你去交税 其实企业就有一千万 等于是免税了 是不是 这就是税收的优惠 但是要注意 如果超过五年了 给你那个五年的优惠期 你都没有享受到 那超过五年了 那你这不可救药了 不管你了 那只能你将来 即使实现利润了 那对不起 把税交了以后 先交税 然后弥补亏损 其实对企业来讲 就是多交税 少交税的问题 你要是五年之内 实现的盈利 可以免税了 把那一千万的部分 可以免掉 但是超过五年了 你还没有的话 那就对不起 那所有的都要交税 你的所有所得 比如在第六年 前五年都是 都没有盈利 第六年盈利三千万 所得三千万 那对不起 三千万全部交 对企业来说 就是多交税 少交税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 一般情况 是五年的 因为还有税法呢 现在相关的 这个规章制度规定呢 这个税法上 也有相关的一些细节规定 特殊的一些企业 比如说一些技术 科技企业 可以甚至延长到十年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在学 所得税那一战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说这一点 我们现在的通常情况 再看第三 企业还可以怎么样呢 盐余攻击 弥补亏 盐余攻击 补亏 编制下面的分路 借盐余攻击 带利润分配 明细科目叫 盐余攻击补亏 就盐余攻击补亏 我们要掌握这笔分路 关键是掌握什么呢 这笔分路的影响 它影响流程收益吧 不影响 因为盐余攻击和利润分配 都属于流程收益的 是流程收益内部一层影响 所以流程收益不受影响 所有的权益更不影响 你本身就是流程收益内部一层影响 好了 主要是掌握这个指示底 我这儿画一个版书 让大家直观的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我前面曾经讲过的 所有的权益的结构 有股本 有其他权益工具 有资本工具 有其他综合收益 有盐余攻击和未分配利润 盐余攻击补亏 它只是在 流程收益内部一层影响 比如补亏一百万 假定这一百万 盐余攻击减少一百万 未分配利润增加一百万 流程收益不变 是不是 它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所有的权益也没有变 内部一层影响 好了 这样一写 特别直观的 看得出来这笔分路 选择题就是考我们 这个笔业务 影响流程收益的 有哪一些 等等 接下来第二个用途 我们前面讲的是 第一个用途是 弥补亏损 接下来第二个用途是 叫盐余攻击 转增资本 类似于我们前面讲 资本攻击 转增资本一样 盐余攻击也可以用来 转增资本 盐余攻击转增资本 那怎么做 其实就是 盐余攻击这一块 到股本里面去了 比如 盐余攻击 转增资本 少一千万 那么 股本这一块 就加一千万 我想问一下大家 盐余攻击 转增资本 会影响 所有的权益吗 不会 盐余攻击 转增资本 会影响流胜收益吗 会 少了 是不是啊 少了 所以通过这个表 比较直观的来说明这个问题 仅仅看分路啊 比较直接 比较模糊一些 关于这个 我分路我都没写了 我们在前面讲 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 提到过这个问题 第三是扩大经营 了解一下就行了 其实我这笔钱呢 没分出去 如果不提盐余攻击 这个钱可能就分给股东了 我现在没有分 我把它提取 等于是我储备在这 这笔钱呢 比如我今天升级利润一千万 如果不提取盐余攻击 我这一千万都分掉 我就这一千万现金就没了 但是我这一千万 我没有分 我提取盐余攻击在这 我这钱在这 我可以扩大在生产 就这样的理解就行了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盐余攻击的确认和 伎俩 两点 第一点是企业提取盐余攻击 这个很好理解 借利润分配 但盐余攻击 分别是法定盐余攻击 以及任意盐余攻击 这笔分路呢 请大家注意 有个提示 这个交易事项发生以后 企业的流程收益总额是不变的 因为利润分配 以及盐余攻击 都属于流程收益的 部分 所以它是内部一增一减 总额保持不变 其次 所有的权益总额也保持不变 因为你本身就是在流程收益内部的 一增一减的 所以所有的权益也是保持不变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盐余攻击 补亏 其实刚才已经说过这个分路了 是不是 盐余攻击补亏 盐余攻击转成资本 那我这又写了一遍 借盐余攻击代股本 提示 流程收益减少 所有权益不变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也就是说是没有分配的部分 流存下来的 首先 先夸一分配股利或者利润的会计处理 股利有两种 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 先看现金股利的分路 其实都学习过这一些 我们在负债里面就讲到这个问题 经股东大会或类似结构的决议 分配给股东的现金股利 分两步 第一步 当决议批准的时候 借利润分配 代应付股利 注意 说明一下 我再负债了一张讲 利润分配是要进股东会决议的 不是董事会 董事会只是提个议案 我再负债了一张怎么讲呢 你们学经济法的同学 公司法里面讲到 股东大会的职权和董事会的职权 不一样的 董事会对于这个利润分配 它只是提出这个议案 最终还要谁呢 还要股东大会批准决议 股东说了算 所以今天当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以后 批准的时候 借利润分配 代应付股利 然后实际发泛时 借应付股利 代银行送款 这叫实际发泛 那么刚才这笔分路请注意了 刚才这笔分路 影响所有的权益 影响的 影响流程收益吗 影响的 你利润分配了 流程收益是不是减少 负债增加了 所有的权益总额是减少的 所以归纳在这儿 流程收益总额是减少的 所有的权益总额是减少的 因为你是现金鼓励 增加了负债 负债增加 好了要注意一下 考试题就考这些细节问题 实际上不仅仅考这笔分路怎么写 关键是你在我们大脑里面 所有的权益 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结构 所有的权益的结构 要搞清楚 接下来第二个请 第二个叫股票鼓励 股票鼓励也是要请股东大会决议的 并且是在什么时候呢 办你增资手续以后 我们还要一个增资手续 这个手续办好了 我们才能编制下面的分路 借利润分配 转做股本的鼓励 代方代股本 这个问题我也要强调一下 我问大家前面也提到 股票鼓励 上市公司分配股票鼓励 会影响所有权益吗 不会的 股票鼓励 所有的权益不会变 现金鼓励 所有的权益会变 要减少的 所有的权益减少 负债增加 股票鼓励 所有的权益是不会变的 流程收益会变吗 流程收益会变的 流程收益会减少 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结构 股票鼓励实际上 从未以分配利润分哪 都分到股本里面 这是股票鼓励 所以流程收益 比如说分了2000万 流程收益相当于减少2000万 是不是 股本增加2000万 所有的权益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所有权益 这个这个表啊 我把它也叫表吧 这个所有权益的一个结构 非常好 帮助我们理解 哪些项目 有没有变得到 现金鼓励就不一样了 现金鼓励是未分配利润减少 减少到哪儿去了 减少到应付鼓励里面去了 所以它将会导致所有的权益减少 流程收益减少 负债增加 那不一样 已经到负债里面去了 它不在所有的权益里面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期末结束啊 我们现在讲的是 未分配利润 企业在期末要做这么几件事情 所以我们说财务 为什么月初比较忙啊 月初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比较忙 就是因为期末了 这些杖杆做完了 我们到月初了到年初了 我们要把上个期间的 所有的省意都要把借转掉 各个省意类的科目的余额 全部转到哪儿去 转到本年利润里面 这样呢 各个省意科目到期末就为零了 比如下面的分路 所有的收入类 我们统称叫收入类啊 从原来的贷方金额 今天借相关的科目 都转到本年利润里面了 这样呢 这些科目的到期末的金额就为零了 没有余额的 要把它结清 每个期间把它结掉 来期的贵来期的 我问你2021年赚多少钱 那你就2021年 你不要把2020年也报给我 我问你2022年你赚了多少钱 那你就2022年当年是多少 不要把2021年的也混在一块了 就这样的理解 同时我们还要把所有的成本费用 转到本年利润里面去 所有的都要结转 也是最终这些在期末都要结为零的 本期的全部要结清 明年又明年开始 还有一件事 如果最终要交纳所得税的话 还有一个所得税费用 也要转到本年利润里面去 所以最终是这样一个 丁子云账户 收入是多少 费用是多少 如果要交纳所得税的话 那么所得税的部分 所得税的部分 是多少 最后算下来 本年利润余额如果在贷法 表示净利润 如果在借法 表示净亏损 所以我们期末要结账 这叫期末结账 要结这一些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结纳而去了 我们都结到本年利润里面去了 余额在这 要么贷法叫净利润 借法叫净亏损 没完 我们还要干什么呢 还要把本年利润 净利润或者净亏损 要转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里面去 如果实现净利润了 当初在本年利润贷法 我们今天从借法结转 转到未分配利润 如果发生亏损呢 当初在借法 我们从贷法结转 也是转到未分配利润里面去 所以第二件事情 我们最终把所有的问题 都转到哪儿去了 转到未分配利润里面了 然后第三件事情 那就是利润分配 开始进行利润分配 提取盐依攻击了 分配鼓励了等等 分配完以后 要把所有的民息科目 利润分配的民息科目 全部都截转到 未分配利润 民息科目里面去 我们下面看一下 这笔分路 这笔分路是什么呀 提取的盈利攻击 转到未分配利润里面去 分配的股利 包括现金股利 包括股票股利 都要转到 未分配利润里面去 所以最终都到 规及到未分配利润 我们下面结合教材立体 来看一下 待会我再给大家 画一个丁字形账户 比较直观一些 你这一块呢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有的同学 只会做分路 其实他不太理解 这些东西 等会我画个 这个丁字形账户 系统的归纳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讲的是 都是每一笔分路 每一笔分路 就是局限在 某一个问题上 然后你把所有问题 都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清楚了 原来是 这么个回事 下面我们结合这道题 看一下 A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本是一个亿 美股面值一元 2008年年初 未分配利润是 代方八千万 代方八千万 说明是 未分配利润 年初的年初 2008年实现 净利润五千万 甲林公司 按照08年实现 净利润10% 提取法定因应攻击 5% 任意因应攻击 同时按照 美股0.2元 发发现金股利 每十股送三股的比例 是股票股利 这是利润分配 2019年3月15号 公司以银行存款 支付了现金股利 薪赠的股本 也办理到增资手续 下面我们看 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 根据提问的条件 今年实现 净利润是五千万 那么所有收入截转 所有成本的截转 它都截好了 已经告诉我了 所得税都已经交掉了 结果是 净利润五千万 那么我们要把五千万 转到 利润分配里面去 借本年利润 代的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第二件事情 是提取因应攻击 分别是多少 百分十 百分之五 提好了 然后第三件事情 刚才说了 要把它明系科目 怎么样呢 要截转到 未分配利润 最终算出 那个余额是 12250 怎么来的 我们待会给大家 画个定字形账户 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吧 先看一下定字形账户 虽然很多 但是你看一下 它很有条理的 首先 从这开始 从本年利润开始 我们在期末 要把所有的收入 汇总到 本年利润的代方去 收入 本来在代方 我们从借方 截转到 本年利润的代方去 同理 费用也是如此 截转过来 这个我不再单独化了 总而言之 根据提问的条件 最后余额在代方 是金利润5000万 因此我们下面 首先做一件事 要把金利润5000万 在本年利润 转到哪去 转到未分配利润 全一 不就是刚才 你对照前面的分路看一下 借本年利润 代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这样呢 本年利润就截平了 本年利润余额就没有了 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是本年的 没有了 一年归一年 每个期间归每个期间 第二件事 提取盐银攻击 我写在一起了 总共750万 借利润分配 具体的明希科目 我们又展开了 写不下 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代方代盐银攻击 这提取了 然后第三件事 我们就要把它截转 把盐银攻击 利润分配的明希科目 要截转到 未分配利润里面去 总共750 转过来 转过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合在一起 8000加5000是13000 13000扣掉借本 利润分配分到750 那剩下多少 12250 12250 就是这样来的 好 回到前面看一下 A公司08年底 利润分配的余额是 12250 怎么来的 刚才 画了个定义资金账户 这是劣势的过程 这样就很清楚 那不是还有股票鼓励 现金鼓励吗 等一会儿 因为在实务当中 现金鼓励呀 股票鼓励呀 我刚才说过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董事会 先发布 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案 然后再经过 股东大会的决议 通过了 才能进行 会计处理 如果股东大会 可否决掉了 董事会的议案 那就不能那样做 曾经就有 上市公司 出现过这种情况 董事会提出的预案 利润分配的预案 过了一个多月以后 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把它改掉了 那你如果当时 就把它做了 到最后发现 改了又重来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等到这个事定下来了 我们才能做 根据提门的条件 是3月15号 才定下来的 3月15号发发 那么首先 括号4 我们先算一下 现金鼓励是多少 一股股票 每股0.2元 是2000万 借利润分配 代应付鼓励 这个都是在 批准的时候 才能做的 股东会批准以后 我才能做 股东会没批 我还不敢做这笔分 然后实际发发的时候 那好吧 借应付鼓励 代银行从网 还有另外一件事 股票鼓励 股票鼓励 等到政治手续办好了 才可以做 注册资本发生变化 每10股 送商股就是0.3 所以是3000万元 每股面值1元 所以是3000万股 3000万元 就这个意思 借利润分配 转做股本的鼓励 代股本 3000万 股本增加3000万 利润分配减少3000万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 都3月15号 所以接下来 看这个电子银账户 刚才是什么时候 刚才是 这个数字 是12月31号 我们假定是 12月31号 我资产负债表日 好了 接着利润分配 第四 第五 第四是现金股利 第五是股票股利 总共5000万 那5000万也要把它截转 就是刚才的圈6 这个我们教材上 没有这笔分路 其实也要 还要写这笔分路 也要截转的 这个都转到 微分配利润里面去 都转到微分配利润 所以就有了圈6 转到微分配利润 这样最后 又是一个结果 是股票股利 现金股利 分配以后的余额 7250 好了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 这个流程 而且为什么戒呀戒呀 我们只看分路戒贷 其实你挺乱的 你都搞不清在干什么 你只是在死记 这个戒贷分路 那通过这个流程 我们就清楚了 我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我本科学会计的 第一学期就开始学会计 这个基础会计 其实学到期末 这个东西 所有的权益这一块 利润分配啊 本地利润呢 我当时也是一老子降乎的 学到后面 学到后面 老师给我们画了 这个定义资金账户 我们通过这个这张表 就我们现在画的 这个版书啊 我们终于清楚了 整个这个事情呢 一步一步的在干什么 你做每一笔分路啊 你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 123456 整个流程下来 这样就更便于我们理解 好 那么我把这个方法呢 也教给大家 因为当时 哎 这是最终的一个内容 我学到会计 学到最后啊 我们当时这个 基础的会计 学到最后 这些问题我清楚了 我前面我也曾经说过嘛 哎 考了90几分 这个期末考试 那就是把学通 学懂 我们今天把这个方法 也教给大家 来学习这一块 尤其是非科技专业的 不做财务的同学呢 这一块比较陌生一些 其实你做财务的 你在你们单位 可能也只是 做某一部分 你不是做全套的 那可能不熟悉的 好 那么通过这儿 我们经济学习 也提高自己的 这个 实物经验 工作能力 最后 括号三 弥补亏损 我们前面讲过 弥补亏损的问题 你当年实现的利润 弥补以前年度 未弥补的亏损 注意 不需要进行 专门的账务 利润弥补亏损 这样说吧 我前面刚才 讲过一个支持点 严育攻击补亏 要编制分路吗 要的 但是请注意 如果企业实现的利润 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要编制专门的分路吗 那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直接去截赚 过去就行了 待会给大家会说 说这个问题 定次行账户来解释 因为不管你是盈利 还是亏损 我们都要把本年利润 转到微方便利润里面去 是不是 那你就是亏损了 也就是直接转过去 就直接就 定次行账户 余额一截 就等于补掉了 弥补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当年实现的经利润 弥补以前年度的 未弥补的亏损 不要单独再做分路 盐盐工期补亏是要专门编制分路的 因为盐盐工期和本年利润 这两个之间的变化 第二点 不管是以前税前利润补亏 还是税后利润补亏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五年之内税前补亏 五年之后税后利润补亏 不管哪种情况下 其实会计处理都是一样的 也是都是截赚过去的 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前面说过 五年之内补亏 你不用交税 我前面不是举过一个例子吗 那一千万的 你不用交税的 豁免了 税收的优惠 五年之后你要再交税的话 税后利润补亏的话 就不能抵减了 你要多交税的 差别在这 税收的方面问题 下面看一下 定义自己章户 就比较直观的理解这个问题 假如 以前期间的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在借范 借范表示未弥补的亏损 那么今年呢 我实现利润一千万 所得加点是一千万 一千万呢 我是今年实现利润的 那么我是属于五年之内的 假定五年之内的 我这一千万 直接就转过去 不用交税 根据税法规定 我不用交了所得税 我将本年利润一千万 直接一转 就补亏了 补完一块 也多少 两千万 税后顺便说一下 这个补亏要编制 专门的分路 不需要的 因为你不管是盈利 还是亏损 我们都要把本年利润 转到微分利润里面去 是不是 我们转过来以后 这个定义账户里面 就直接抵减掉了 所以不存在 还要编制什么分路 盐用供给不一样 盐用供给补亏不一样 它是两个科目之间的关系 好 这是税前利润补亏 再看 如果税后利润补亏呢 比如 还是说 这个以前的未弥补亏 省是三千万 今年 我实现利润是一千万 但是呢 我是五年后的事情 那么 根据税法的规定 假如不考虑其他因素 你得交了税 所得税的两百五十万 两百五十万 那么你还有多少 还有七百五十 还是去补亏 还也是弥补 以前年度的亏损 只不过对你来说 你税收都交了一点 你没有享受到 五年之内的税收拥会 所以这个时候 分路 会计上处理 还是补亏 补完以后 直接就抵扣掉了 是不是 没有什么专门的编制分路 所以税前补亏和税后补亏 会计上处理 没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税收上有影响 你交的税多税少的问题 其实讲的就这意思 好了 那这些问题讲完了 其实就代表我们 整个这一章就结束了 这一章总体上来讲的 知识点很琐碎 难度不大 内容不算太多 两节课就讲完了 但是呢 两个小时讲完了 但是你没注意到 很多知识点陌生 辐射的面很广 很多章节的知识点 都汇总在这一块来 综合性的特征 行 花点时间 正好也是复习 反而不清楚的 把前面找一找 复习一下 掌握这一章内容 那么也是给这张小节一下 其实讲来讲去啊 你的大脑里面 一定要有这一张 所有的权益的结构头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工具 两种情况 其他生活收益 引引工具 未分别利润 这是主要的 其实还有其他的所谓的权益 我们这是讲的是 最主要的部分 有这一期 好 那么这一章 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一节 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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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